那接下來的話,如果那個問題越複雜的話 其實越不容易 就是說那個Excel函數越沒辦法完成 那這個時候的話,我看還是只能用VBA,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假如說我們另外一個需求,你們可以把那個VBA這個 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然後呢,如果我的需求是這樣,我們 在原來的那什麼呢 原來的這個就是D欄的前面再插入一欄 那這一欄的話呢,我實際上就是給它叫部門好了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部門呢 放在這個前面 然後這個把它框一下,這個也許再增加,可以把那個在 框線的地方可以把它所有框線再畫一下,OK 那也就是說,如果增加一個部門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完成 如果部門的話,那變成說 它的規則是這樣 如果當它這個裡面的 這個位置的話 是在第幾個呢 是在第2,就是第2列 然後第6列 2,6,10 然後14 所以你會發現這中間都相差4 然後另外的話呢 它輸出的位置 剛好也要是第幾欄呢 剛好是第4欄的位置 就第1欄的位置 所以呢 我們只要 就變成說 這個地方呢 假如說我們思考的時候呢 假如說用Excel裡面那件函數來做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 可以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好像似乎是有那麼一點問題 如果用那個 Excel裡面的那件公式 它似乎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這邊是可以啦 但是這邊就有點麻煩 OK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寫一個層次 它可以滿足我剛剛講的這個啦 難度是比較高一些些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它範圍 清除的話也許就 這個可能要再改一下 那另外的話呢 我這邊是有寫好一個 就是這個叫人事分欄 底線部門 也就是說呢 如果又多增加一個部門的話 那是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的 清除 不過清除可能要另外再寫 因為清除的話如果用剛剛那個清除的話 應該是會清不到我們要的啦 所以這邊也許就是 再改成清除2吧 OK 然後 DG到哪裡呢 這邊變H了 多一個H來 這樣子 輸出 這個的話就是 清除 OK 那如果用VBA來寫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因為多了一個部門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跟各位 講一下這個大致上的流程 那因為這個難度比較高啦 所以我有把那個寫好的程式呢 放在雲端上面給各位參考 那我把剛剛的這個寫法 跟各位 說明一下 所以第一個 也許我們拿這個人事分欄來改 那如果這個執行的話當然它會變 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呢我們接下來 大概我剛剛講的 我如果拿剛剛這個程式來改的話 那我需要改哪些地方 那第一個的話 你會發現 部門的位置 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這個是每間隔4 所以這邊可能要慢慢 學會另外一個運算 運算子叫MOD MOD的話呢就是什麼 就是求余數的意思 也就是說呢如果現在K的值好了 K的值就是指的是哪一列的意思 如果K的值 假如說呢我今天呢怎麼樣呢 除以多少 除以4的余數余多少 那如果余2的話 那表示說呢 它基本上就是在所在的 列的位置 6除以4余多少也是余2 10除以4也是余2 不過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如果是這樣的敘述 我習慣是 把它寫成另外一個寫法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怎麼寫呢 再增加一個人事分欄部門 然後呢 一樣 這個程式都不變了 會變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 在回圈裡面 也就是說呢 先判斷什麼 如果 K 的值喔 那你可以寫成KMOD 4 等於2 那不過我的習慣是 我習慣寫成另外一個 就是先把K 減掉2 再MOD MOD4 等於0 這樣其實結果一樣 只是說我自己個人習慣 習慣寫成這樣子 比較好理解啦 OK 先把它歸0之後 再 取得整數啦 因為你如果把那個2減掉之後 那就0 0除以4還是為0 那如果6減掉2 4 除以4還是為0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條件什麼呢 AND 輸出的藍 是哪一藍 追 等於如果等於4的話 也就是說這兩個條件都要為True的時候 然後 then 才去做什麼事呢 才去做輸出什麼 輸出那個 部門的部分 反之 所以我習慣是 再打那個else 再打endef 把結構先打完 OK 如果 第一個條件 就是 他這個 部門的位置 就是 減掉2之後呢 除以4為0 那表示說他現在的位置 就是抓這個資料 然後 而且呢 輸出的地方 追 如果也等於4 等於部門的話 那如果這兩個條件都為True呢 那我就把什麼 把這邊的資料 幫我 複製到這裡 這邊的話呢 怎麼敘述 OK 那一樣 把這個 原來的這種這個寫法 放在else else指的就是不是部門的部分 我們照True 都不動 OK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哪裡呢 我們的回圈範圍 本來是4到 7 現在多一欄 所以應該4到8 OK這邊多一個 4到8 OK 然後這邊不動 所以其實 改4到8 然後邏輯判斷 第一個邏輯是 如果K減掉2 的余數為0的話 而且它是在第4欄 那我們就把那個 就是 A欄的這個資料 搬到 這裡來 那這裡是什麼 其實這裡就是SalesIJ 複製錯了 應該是這個 SalesIJ 就是這個儲存格裡面放什麼 放Sales SalesIJ 括弧 然後第幾列呢 DK列 然後呢第幾欄呢 A欄 因為它部門在A欄 OK幫我call過來 這個call 到這裡來喔 OK 所以呢 那 下一個的話呢 變成這裡啦 這裡的話當然顯然 下一個 就是它的 K就等於3 3-1 除以 4的余數是0 不是 不是的話它會跳這個啦 所以它就繼續抓什麼 抓一樣的方式 就抓 下一個 其實就抓這一個 然後放過來 換下一個 抓過來 意思類推 好那這樣的話基本上我們 層次都寫完了 所以剛剛 基本上就改了幾個地方 這個 這個改 邏輯 所以這個地方 邏輯判斷的部分 然後這個主要是把 這個的資料 call到這裡來 然後換下一個這個的資料 再call到這裡來 那其他基本上都一樣 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這樣 如果OK的話那應該就會達到我們要的結果 OK執行給各位看一下執行 沒有錯 所以你會發現呢 他就先這個 抓到這裡 然後換下一個 抓到這裡 那當然啊這個主要是演示讓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今天假如不用VBA寫的話 你就是要用土法鏈鋼了 所以如果用土法鏈鋼的話 他不得了了 很多資料真的是永遠做不完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就是說如果不規則的 這種連續範圍 那其實我們可以多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也可以達到我們要的結果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程式的話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這個部分相對比較難一些 所以剛剛寫的東西 其實在這裡 主要是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 然後其他可能會錯的就是 這個底下 如果 抓資料的話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其他應該就沒什麼 他在這裡 這個8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好那試試看 讓我看